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文章叫做改变圈子 一起来听 最近呢马龙的一个采访视频上了热搜 在接受采访时有记者问他 国平为什么会长生不衰 马龙回答说 教练队友都是世界冠军 会有无形的动力鞭策你 这样的团队力量是国平长生不衰的重要原因 不得不说你处在怎样的环境里 跟什么人相处真的很重要 正如商业哲学家吉米罗恩说的一样 你是你最常接触的五个人的平均值 圈子的好坏 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发展前途和生活质量 网上有句话说的很有意思 牌友只会催你打牌 酒友只会催你喝酒 当一个人在低层色的圈子里待久了之后 学识能力和事业格局都会停止成长 自媒体作者朱颖说过一个故事 有一次他表哥来问他借钱 一米八几的汉子低着头坐在他家沙发上 脸色炯得通红 原来呢表哥毕业之后 在一家企业里做技术员 叫了一帮很会玩的哥们 别人在学习理论 他们聚在一起吹牛看大山 别人在练技能 他们关上门打牌图言圈 几年之后企业改组 一起吃喝玩乐的兄弟们 大多在学霸考试中被淘汰了 被迫下岗或降职 表哥虽然保住了饭碗 但是多年如一日的在基层徘徊 拿着微博的公司入不敷出 而和表哥同一批进公司的人 有的成了技术骨干 有的早已走上了领导岗位 陆富曾说 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浊 意思是说 泉水在山里是清澈的 但是流出山外就变浑浊了 人也是如此 进入不同的圈子 就会拥有不同的人生 高层次的圈子 会给你带来正能量的影响 低层次的圈子 会让你深陷泥沟 看不到天地广大 如果你身边的圈子 一直在消耗你 请一定要及时止损 斯坦福研究中心 曾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 结论令人震惊 一个人赚钱 12.5%来自于知识 87.5%来自于人脉圈子 卡奈基训练区负责人也说 圈子是一个人通往财富 成功的入门票 巴菲特小时候 特别喜欢一个球童 名叫艾迪贝内特 球童呢 就是帮运动员拿拿球杆 做做杂物 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是艾迪的厉害之处 在于干着和别人差不多的活 可是拿着远高于他人的薪水 最厉害的一次 艾迪只用了4天时间 就赚到了700美元 相当于其他球童一年的收入 他是如何做到的 因为他只选择冠军球队 为冠军球队的球员服务 一开始1919年 艾迪在芝加哥白袜队工作 到第二年 他就跳槽去了更有前途的 布鲁克林道奇队 这一年 布鲁克林道奇队赢得了联赛冠军 后来艾迪发现 虽然道奇队赢得了冠军 但后继乏力 不看好道奇队前景的艾迪 在1921年 又找机会进入了杨基队 不久之后 杨基队就赢得了 队史上第一座冠军 艾迪在杨基队做了七年球童 杨基队赢得了五次美国联赛冠军 他很清楚 怎么拎球棒压根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他能在球场上 为当红球星工作 1927年 杨基队打进世界联赛决赛 当年的棒球界传奇球星 贝比鲁斯 和卢格里克也在其中 巴菲特从这位球童身上 学到了投资的真谛 和成功的秘诀 你要成为一个赢家 就必须和赢家一起奋斗 如果艾迪没有进入 优质的圈子 他可能和别的球童一样 日复一日地 拿着微博的收入 有时候 圈子就是平台 没有优质的圈子 你就会被远远抛下 远离低层次的圈子 融入更优秀的群体 是成为高手的捷径 心理学上有一个吸引力法则 一个人遇到的人和事 其实都是自身特质吸引来的 圈子很重要 但如果你自身不够优秀 也很难挤进自己 向往的那个圈子 就像艾迪他之所以能不断靠近 高层次的圈子 是因为他常年累月地 研究各支球队 对每个球队的实力 以及发展潜力 了如指掌 想改变圈子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修炼自己 自媒体人周佐罗 刚入行那会儿 干上一个项目 便找到了之前加过微信的 大咖帮忙 他认认真真的写好了请求 把消息发了过去 期待着对方回复 结果呢 这位大咖压根没理他 再次之后 他想明白了这件事情 我一个无名小编 人家不回我 太正常了 凭什么回我呢 这件事情对他来说 没那么重要 只是对我很重要 我这里 没有对方想要的 再次之后 他拼命写文章 拆解爆款 研究学习 如今的他 已经是行业大牛 不会再遇到 刚入行的时候 别人懒得回复他的尴尬了 甚至 那些以前 他想都不敢想的行业大咖 还会想主动的来认识他 做最优秀的自己 才能遇见更好的别人 当你强大的时候 你的圈子会自然而然的 变得强大起来 有人说 圈子和能力 是两个相辅相成的东西 没有谁比谁更重要 进了高质量的圈子 能力提升就会变快 能力强了 圈子就会越来越优秀 想成为一个博学的人 就需要深耕知识 才有资格和知识渊博的人对话 想成为一个职场精英 就需要多花时间提升能力 才有机会得到公司的认可 贾瓶娃在游戏人间里写道 你所处的圈子 其实就是你人生的世界 代表了你的审美和生活层次 不愿跳出这种舒适圈的人 你的人生会在安逸中 和别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 就是不在低层次的圈子里 自我消耗 不要让你的圈子阻碍你的成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